我們真的算一下 交往多久 3 2 1 8個月 然後穿著一個斑馬的 對 然後呢就是身材非常的好 然後呢他就突然跟我說 欸 你是不是在看那個什麼斑馬 他之後就超級生氣 我就想說 那你不是也在看嗎 哈囉 歡迎各位來到突然好的頻道 我是老 繼上次 屁屁有不為人知的戀情 我們提到兔兔有多長 我今天邀請到了 兔兔的前男友現身說法 有一些簡單的問答 那種不是太深入 不是太細節 只要你有交往過 應該都會知道的這一種簡單題目 來告訴大家 兔兔是不是真的有放感情 在談上一段感情呢 那我們今天邀請我們的來賓進場啦 來賓是我嗎 對 兔兔 來 你介紹一下你前男友嗎 喔 他叫Rocky 現在飛單 所以就是 目前就是 但是各位可能沒有辦法那個 好 那我們來邀請他 好 OK 好了 那今天我們就先按暖身體啦 直接進入暖身體 沒有暖身體 暖身體 這邊有兩杯飲料 喔 那以你對他的了解 他喝什麼咖啡 我剛剛點了一杯冰拿鐵 喔 可以 是不是 可以 你自己點的話你會點什麼 我會點 我也會點冰嗎 冰拿鐵 如果要喝咖啡的話 那平常我不太喝咖啡 喔 OK 因為我剛剛就 他就說 呃 你忘了我用喝咖啡嗎 我就 我從來沒有記得過這次 哈哈哈哈 好了 為了不讓你們尷尬 我就用簡單的 快速問答 來讓大家快速的知道你們的交往過去 來 請問你們是哪一年認識的 交往 交往好了 3 2 1 2016 等一下 2016還是2017 天 我其實有點忘記了 我覺得一定是2016 因為我跟他是2016 好 那就是2016 嘿嘿 沒關係 交往多久 你們好好算 好 這我算過 這我算過 你們真的算一下 交往多久 3 2 1 8個月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因為我是8個月 以後直接再算 我沒有算過 我只是記得是8個月 就差不多是畢業期 對嘛 對嘛 就8或9 差不多啦 好像你不是只有我辣椒而已 再來 你們是如何認識的 這一題你們想要誰 誰回答 是你們有辦法一起回答 工作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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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就是 辦公室練習 好 是誰說要交往的 誰提出的 來 想要我嗎 你們想一下喔 好 3 2 1 我吧 我吧 那你覺得在哪 算是酒吧 酒吧街 酒吧街 對 酒吧街 他就問我說 就是你問什麼 我忘記了 好像是說 你怎麼怎麼進去下去 好像是就是 在酒吧喝酒的時候 要不要在一起 要不要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 所以你的絕招是不是 想要跟誰交往就是 就是跟誰去喝酒 咦 明 好像是吧 你就是這樣的路線 所以你也是嗎 對 我也是 這你的套路喔 老招 我要退到後面去嗎 老招 好吧 那這一題我要單獨問一下 Rocky 你在跟他交往前 知道他喜歡女生 或是跟女生交往過嗎 好像有聽說過 對 因為我們交往前是好朋友 所以他大概有跟我講說過 他過去 我也會很誠實 你不要 那你會擔心嗎 就是知道他喜歡女生那一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會發生在我身上 就是說跟我交往之後 後來說 我還是喜歡女生這件事情 那我實在忍不住問 那如果說你們分走之後 他跟男生交往 和他跟女生交往 你覺得你心境上會有差別嗎 會比較緊張他跟男生 會跟女生嗎 如果可以選的話 還好耶 我覺得還好耶 就是只要不要是重疊 我就覺得 沒關係 那是你自由 謝謝 恭喜你 我覺得你前日蠻健康的 心態 心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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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挺要有健康的人交往啊 真的 我跟妳講 跟妳講 我要證明我沒有長時間 不用證明 不用證明 你們覺得你們交往的時間很長 吵架嗎 來 3 2 1 很長 非常長 每個禮拜吵 是三天就吵 五天大吵 就是 對啊 差不多 我真的差不多 什麼事情都可以吵 在IG上面 對 IG上面可能會有搜尋欄 搜尋欄嘛 然後會可能搜尋之後 會看說第一個是誰 第一個是誰 之類的 因為他很愛吃醋 因為他有一次 就是我IG要搜一個東西 結果發現 第一個人 就不是他跟這種大學同學 然後他就生氣說 你為什麼第一個不是我 哇 然後我說 這很重要嗎 在跟男生交往的時候 我就是那種傳說中 那種最可怕的女朋友 那有其他的嗎 就我意思很多 我還想再提 很想再提嗎 就是有一次我們去 那個香港迪士尼 就是我們去看那個 獅子王的那個歌劇 然後看看之後 就是有一個舞者 他是穿著一個斑馬的 對 然後呢就是身材得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就是看 然後就看得很開心 然後呢他就突然跟我說 欸 你是不是在看那個斑馬 我會說 欸 你怎麼知道 然後呢 他之後就超級生氣 然後那整場 然後我突然去看那個花色的東西 他整個都在生氣 當下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為什麼 就突然被人 我就想說 你不是也在看嗎 你不是也在看嗎 那我沒有 我沒有跟你說 欸 那很好看 然後他自己說 你是不是在看那個 但我沒辦法理解的是 這件事情這麼小 為什麼要那麼在乎 我覺得我好像對男生女生 有點差別的待遇 那有沒有那種 真的很大的 大到你印象深刻的大事情 就是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在深圳 可是後來 後來可能有一部分人要被再調回去重慶 什麼之類的 有一部分人要留在深圳 然後那時候我本來一開始是 要被主管留在深圳的 然後他要被調回重慶 可是他就是很不想要 就是在兩個地方 然後後來呢 就是我為了他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 好啦 那我就跟主管 很大的主管 然後就直接說 我要離開去重慶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那個時候 有一件事是 在深圳的時候 然後有另外也是我們同事 也是一個女生 然後呢 他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兩個名就很好 可是他超吃那個女生素 他說他就跟我說 可是他深圳根本就是想要跟他 就是幹嘛幹嘛 這是我們講這種話嗎 他就你有啊 你有啊 這話好像聽起來 不像是我口罩會講錯的話 可是你真的講過這種話 歡迎來到鮑魚大 哈哈哈哈 工程時間 我跟你講 我們這集網 是不要講話會不會 好 我們會有那個助理 然後我們安排 要返台的飛機啊 然後有一次 因為班機安排 然後我們兩個 班機錯開 就是好像我找一個小 找一班 然後他玩一班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就是只差一班而已 沒關係啊 反正一下下 就是大家一個多小時而已 他就說不行 你給我去蓋 他就超不行 他就是我們一定要在同一班 就是他會生氣的 那一種 不要爆料 上次我們一起去吃飯的時候啊 然後就問到說 我們以前的那個功號是什麼 然後他超誇張的 他說 他第一個就舉手說 我知道 我的功號是22097 然後我就說 那是我的功號 哈哈哈哈 我快想到為什麼他會記得 因為他很常就很經驗 就是要幫我查很多東西 然後 因為我就那種變態的 那種人 我覺得如果哪個東西我遺漏掉 我忘記了 我就會關心說 你怎麼提醒我 對 你中間為什麼沒有想過要提分手啊 我M 就是我M的 我就是這個M的 對對對 你們為了什麼原因分手啊 誰提的 我提的 他提的啊 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我應該還是比較喜歡女生 其實那個禮拜 我就覺得這個人有點怪怪的 然後沒有他說 因為我們要談笑 這時候好我們談笑 我們就在公司的某個地方 然後就坐下來談 然後他就跟我講剛剛那句話說 我還是比較喜歡女生 我說 喔好 那我們就分了 對他就尊重啊 而且後面我們還是當了一段時間的同事 對 非常的平衡 我還有回心事 突然想到了 現在在 反正大家在吃飯的時候 一圈在吃飯 然後大家可能在看IG 有看到一個身材很好的男生 我就說 那個去健身房練身體 我一直練給一個人看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去健身房 什麼意思啊 我聽不懂 等一下 你兩個轉眼 你男友看 有嗎 對啊 他那時候的意思 反正就是說 沒關係 反正去健身房練身材 也就是 會給別人看 那你就不要去了 反正身材不好 就沒有人要看你了 這樣子 我真的有講這種話嗎 這不像我吧 這不像我吧 你可以看歸切的責任是不是 可是我真的不是我 剛剛聽這句話 因為我整段好好的聽不懂故事 我覺得那不是我 那是你 那是你曾經講過的話 好吧 那我現在要關心一下 你現在的幸福 我們就 就讓他過去了 他真的好壞 那你現在喜歡的女生 有什麼特質 有起司 然後有一些上進行的 這也太少了吧 可以膚淺一點 然後就是奶要 身材也不要太胖 不要太胖 然後就是 奶要大 不用大 而且你不要奶 要不要大 那要奶 要有奶 所謂OK是多大 就是Around C B to C 那現在幸福快樂就好 OK 沒有問題 他沒有影響到我太多 但是我覺得他幫後面的女朋友 就是當掉了 對 摸了很多 我還去參加你的婚禮 是不是 對阿 你的婚禮我還是 親身的去阿華給我包 然後看你的婚禮 這點很欣賞 就是他會說 會分手一定是會有一些雙方不太適合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遇到下一個 然後你覺得更適合 那可能是我有什麼做的 你看他會檢討自己 對他檢討自己阿 你咧 對啊 我也會檢討 你有在檢討嗎 我很有 我很常檢討自己 跟我在一起之後 我很常檢討自己 我跟他在一起之後 他會怪我太常檢討自己 對 我會說你幹嘛 又不是什麼事情 都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幹嘛要把自己逼那麼緊 因為他是標準 檢討身幫生理所的人 就是我環境的那種人 跟你交往期間 他就是一個女王 就是一個小霸王 惡霸 他長的以前就是小媳婦 好可愛 好無害 你知道嗎 我自己一直跟大家說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雷的一個女生 然後 我覺得你應該有遇獲我 你印象中最雷的事情是什麼 好笑 我可以先講一個事情 他那個時候真的超怕我 所以他有時候 就他已經想要說我很雷 他那個已經講在嘴口腔內了 不敢講 不敢講出來 然後我就還會說 你是覺得我很雷嗎 對啊 他就說 沒有 沒有啊 哇喔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不敢講 他還又很可愛 沒有啊我怎麼會雷呢 你怎麼可愛 真的 這是他幫我們謀道服 好是什麼 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我就已經自動承認我很雷了 嗯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在深圳外拍 然後我們在一個假期要去澳門玩 要過口岸的時候 然後呢就是所有人就是都有帶 那時候我們用護照 護照跟台報證都要 沒有沒有那個口岸就只看護照 對然後結果他只帶台報證 然後我們同行就是有他還有另外一個同事 就是他們只有帶台報證而已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護照 所以他們就必須從 出海然後再直接搭船回深圳 然後再回住的地方去拿護照 然後再拉到水到口岸 然後再搭船接從深圳到澳門公會 所以他們大概 晚上我們到飯店的時候 就是我們都已經先去大三八 其他地方吃一輪玩一輪 然後晚上他們才跟我們會合 哪一個 哪一個護照 香港 那時候一樣我們從工廠 然後搭車到口岸 然後我就突然間說 我們要拿到這 然後他就在車上 處變不驚 你知道處變不驚 然後立刻說 好 那麼回去 然後就回去 等於又回去 不吵架 不吵架 奪花一點錢而已 走完場室的時候 他就開始說 為什麼沒有提醒我 對 他好像是 要去管理人家嗎 那你反應是什麼 他管理人家 沒有我就道歉 然後說 好對不起 我一下子會幾個人 不然我要怎麼樣 我講幾個人 我覺得我帶給人家很大的臭傷 他已經有點 我不在乎我從來拿 你要我道歉 我道歉 因為我不道歉 我檢討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呆 那就會吵架 我不知道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就是我會提醒他 因為我很討厭 折返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是那個狀況發生在你身上 你們就是會心情 我就只能回去 我會生氣 可是我還會回去 因為只有我一個委屈不了 他知道我會生氣 所以他自己會 一直去行前檢查 然後可是我也會避免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我會行天檢查 所以你們兩個相處 然後不會有那麼多吵架 可能是因為他比你還兇 不只是這樣 而且我會預防性的事情 我會在出門前 會做超級多萬全的準備 那今天就 今天這影片 我們大家有學到什麼事情嗎 如果男性旁包 可以像Rocky這麼健康的話 我覺得你們 終究會獲得幸福 可是我還是有 有認真在這個感情內啊 有啊 我覺得我部分還是有啊 而且我跟他 交往那個八九月 算很久 算他的 喔 真的 我知道 以所有男生來說 八九月是最久的 我就說我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男友 但我沒有跟他結婚 我覺得有時候 男生有時候真的是 我必須說 男生有時候很可憐 是因為就是 天生是跟女生不一樣 你也不要怪女生 就是去網球 或是找女麻煩 因為就是不一樣 女生在業的事情 跟你在業的事情不一樣 所以好嗎 就是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相信你們 還是可以找到幸福的 感謝Rocky 可憐的來賓 但現在很幸福的來賓 幸福 好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要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祝老師掰掰 掰掰 各位說掰掰 你願意啊 好喔 我要笑爛了 下了啦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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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開心了沒 開心了嗎 他親我嗎 他親我嗎 好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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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可怕喔 Too much Too much 好了下去下去